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比較困難 有些同學已經是中途離開 最後去了外國 很多時候令到有些東西突然改變 在國上就比較困難 因為通常雜類我們不會練得太多 因為如果練得太多 練習的機會就少了 我們今年在聖誕節 搞了一個三天兩夜的聖誕營 主要是想集團一起練習 可以增強我們隊的士氣 希望會在接下來的學界做得更好 我們會有一天兩三課 就會有做體能 又或者上來這裡做跑 或者是自己學目的練習 還有我們會有一些消耗體力的遊戲 給大家一起玩 例如? 還有那些火燒厚欄那些 是那些 糖絲豆那些 我們都會每逢星期四 我們都會有四四的接曆 從中了解大家的實歷 還有有時候星期六 我們都會去體院 練習 其實我們在這個練習中 全部都要出席 就可以團結一點 還有練習的時候 都可以發揮到團結精神 今年有幾位 FORUM ONE的 都有份跑 可能400 我們都是跑400 我們有跟他說過 不要亂 練習節奏 跑之前千萬不要緊張 不要急 可能我們很多厲害的人 將會離開 或其他事情 希望他們繼續努力 做得最好 或者把他們練了這麼多 準備了這麼多的事情 都可以在那三個天發揮到最好 不要弄傷了 冷傷了 我自己心理方面 都會不停跟自己說 不可以害怕 可能每次跳高 我們在不同的高度 看著高度 會害怕的話 就要跟自己說 自己可以做到 或者要給自己一些信心 還有要堅持 練習 可能是辛苦的 但也要努力去做 就算有些同學 是未出到自己的項目 但也會努力 或者只是出副行 都會用盡所有的力 去盡量做得最好 不會因為自己出不了 或者其他人就不管了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 還有要互相支持